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从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异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 凌辱 急难 逼迫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信仰的生活这一生都是与我们自我来征战 因为信靠耶稣之后 我们就会出现老我与新我之间的矛盾 在信耶稣之前 我们都是以我们自我意志来过生活 然而信靠耶稣之后 从自我的中心转为耶稣为中心的生活 在我们心里这两个律不断的彼此交战 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 我是喜欢上帝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 和我的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卤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大有能力有恩高的保罗 他也是面临他内心的交战 若是我们没有时时刻刻 被圣灵充满的话 我们就会忽略了敬拜 忽略了祷告 忽略了赞美 忽略了神的话语 这样神的恩典就会离开我们 变成我们自我掌管的生命 罗马书八章二节 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是生命圣灵的律 使我们脱离死的律 我们一定要被圣灵充满 去战胜我们里面的老我 每天过蒙神喜悦的生活 十多保罗在亚洲和欧洲 建立许多的教会 记录在十三卷书里面 都有保罗的记载 此外他也借着神的大能 医治了许多的患者赶鬼 使人复活 然而保罗身上的那根刺 就是疾病 他向神呼求祷告 求神挪去他身上的刺 但是神没有挪去他的刺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 祈祷八节 又恐怕因我所得的 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 所以有一根刺 加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异 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至高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刺离开我 使徒保罗的这根刺 圣经学者都认为是疾病 但是什么疾病 圣经没有写 有些学者认为 这个保罗的刺是 是他的癫痫 有的学者认为 保罗的刺是眼疾 因为他写的字非常的大 所以每次写信的时候 还需要有人来代笔 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二节 我这代笔写信的 得提在主里面问你们安 使徒保罗在神面前呼求 医治他这根刺 他的疾病 求主来医治 他的疾病 但是神没有医治他的疾病 让这个病继续留在他身上 使徒保罗在传福音行神迹 死人复活 医病赶鬼 仍然有许多的人侮辱他说 你连你自己的病都无法医治 你怎么有能力去传福音 你怎么有能力来医治我们 你怎么有能力行神迹呢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 但是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这软弱的话 这就不再是我们的软弱 而是软弱变为刚强 透过属灵的眼光 神经人的恩典和祝福 就会临到我们身上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在主的里面成为新的受造物 是神伟大的作品 过去的失败绝望 伤心都已经不再捆绑我们了 也不再停留在我们的老我里面了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应当喜乐应当感恩 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是神伟大的创作 神必定会赐恩典给我们 祝福大家在主的里面常常喜乐 向神献上感恩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 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是如保罗在神的面前 祷告三次求神医治他的疾病 但是神没有医治他的疾病 但是神对保罗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了 在你的身上有许多的恩典 虽然疾病没有医治 他的心态改变了 以前疾病是保罗的阴影 保罗的伤害 但是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当我们听到神的声音之后 疾病不再是我们的阴影了 不再是我们的伤害 所以我们要学习感谢神 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得到满足 在主的里面我们没有缺乏 主是我们的唯一 因为耶稣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满足 我们缺乏什么呢 我们内心有伤痛吗 软弱吗 祝福大家都听到神的声音对你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现在开始我们要刚强壮胆的去过生活 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靠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能力 凡事都能做 我们不再是那伤痛充满的旧人了 而是在主里面改变成为 刚强壮胆活出生活信仰的人 我们在主耶稣里面 我们已经得着改变了 加太书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为我舍己 这就是恩典 虽然活着 我们把我们的救我定在十字架上 现在是主在我们里面活着 如果我们的人生道路上 我们是自己的主人会成为 生活会成为非常的疲倦 会带有非常非常多的伤痕 而且这样的人呢 他只会一开口都把责任推给别人 他会说我因为我没有很好的父亲 所以我的人生是这样子 我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子 不能把责任推给父亲 那是因为我们自己选择了错误的道路 如果我们时常责备别人 认为是别人导致我现在的生活 是这样子 这样的思想是不会有喜乐的人生 有的人说哎呀我的眼睛瞎了吗 怎么会嫁给了这个丈夫 我怎么会娶了这个太太 我们很有时间去怪别人 真的不需要去怪别人 因为呢 所有的问题都是在自己 问题在自己 即使身边的人说了什么话 我们要学习 我们什么都没听见 和我没有关系 我们单单的仰望神就可以了 如果旁边的人说我们 我们就立刻停下来反抗 那我们就没有学习 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这一生会过得非常的平倦 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来过生活 我什么都不是 当我们这样告白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就会很幸福 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就是幸福 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幸福 祝福弟兄姐妹都能过幸福的生活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九节 又恐怕我已所得的启示圣大就过于至高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 撒旦的差异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至高 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刺离开我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师徒保罗他说因为我得了许多人的称赞 这是告诉我要学习更多的谦卑 所以神将这样的疾病给我 师徒保罗他是用正面的观念 正面的思想来看他自己的疾病 他们在那样的一个状况里面 他们畅施赞美 他没有因为觉得他被关了 他就觉得灰心 并且他们经历了一个神极大的祝福 苏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 他们说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的全家庭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敬拜赞美神的时候 你会经历到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要知道患难会成为我们的祝福 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 祝福弟兄姐妹 我们都用正面感恩的心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软弱的时候 神一定会扶持我们 使我们变得刚强 神必定看顾我们 扶持我们 我们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 有时候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去面对很多事情 但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一切的事情 不是我们自己做的都是神所做成的 我们的得救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是神的拣选 我们的救赎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要感恩在神的面前 我们这一生的道路都要用感恩去生活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就没有不能成就的事 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失败也会变成成功 我们要学习紧紧抓住神的话语 站立在神的面前 神一定会引领我们 并且使用我们每一位 成为神贵重的器皿 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从使徒保罗的身上学习 我们将所有的一切都归荣耀给祢 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祢所做成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祢所恩典赐予给我们的 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许多的事情 甚至我们自己软弱的部分 我们学习交托仰望主 我们学习保罗在神的面前告白说 我什么都不是 我何时软弱何时就刚强起来 我们不再依靠自己 而是紧紧的依靠主 抓住神的话语 一生跟随主 我们必然经历极大的恩典与祝福 感谢主 让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学习到 紧紧的跟随主 必然得着极大的恩典与祝福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